歡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 今天我又講一些關於他丁的膽固醇藥物 一些大家比較關心 我之前那幾集又未提到的副作用 今天主要講兩件事 很多人就說他丁藥物就會引起 一就是腦退化 第二就是糖尿病 有很多人就跟你說千萬不要吃 吃了會有糖尿病 這兩件事我之前雖然拍了三集關於他丁藥物的影片 這兩件事我未提過 我今天就嘗試解釋一下我們現在 醫學界我們了解了是不是真的會引起這些問題 第一件事就是說會不會 他丁藥物吃了會引起糖尿病呢 應該這麼說他丁就真的有研究顯示 某些又不是說很conclusive的 不是說一面倒所有證據都說是這樣的 即是說某些的報告就發覺 就這些他丁藥物 是會令到血糖升高一點 那這個是事實來的 那有些人當然很高興啦 就就是說 是不是啦 你們 講謊啦 即是隱瞞這些東西啦 現在終於認了 這些東西根本就放在這裡的 你稍為去網上去找一下 其實你都知道 但是有問題大家知道 所有醫學問題都好 很多時候你的正反意見都很多的嘛 當然你要做了 一段時間之後 你做了很多研究 在很多人身上做了足夠的證據 那才能夠比較有conclusive的結果去判斷到 那樣東西是還是不是的嘛 那應該說這一刻來講 比較難講一點 因為我們發覺如果說真的吃完他丁 跟著真的血糖升高 或者到真的要糖尿那個地步的人 通常這些人本身都是 有些糖尿前期的 即是有些pre-diabetic 或者有那些特質的 譬如說有些肥胖 有些家族性 就有三高 metabolic syndrome 那些有些代謝綜合症 即是說本身他都是有些高危的 那他吃了這個他丁藥之後 跟著有些人可能血糖再升高 或者到了糖尿那個界線的話 你有時候不知道他是 自己 慢慢去變成糖尿 還是真的藥引起的嘛 現在就很難講 是不是真的這樣 那麼也不能夠說你吃了每個人 都會變成糖尿病的 那麼這件事呢 離開現實 就有相當一段距離了 因為我見不少人在網上這樣說的 還有退一步來講呢 我們知道我們吃他丁的藥物 主要預防心臟病 心血管病 中風啊這些 那你說他丁 如果他說會升高血糖的話 怎麼算都好 即是說計算這件事 計算這個 升高血糖的因素 當他真的會升高血糖 這樣算 那麼 就計算這個因素呢 我們都知道 其實呢 如果是高危一族 就是說經過醫生評估 以後的十年 真的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是大的話呢 要吃他丁藥來減低這個風險 計算所有因素 計算剛才說的 可能升高血糖的因素呢 他丁可以減低到心血管疾病的機會 那不要忘記喔 如果你說血糖升了 我們擔心什麼 我擔心糖尿病嘛 擔心糖尿病為什麼呢 因為糖尿病就是增加了心血管疾病的機會 那就是說你計算這個因素下去 在適合的人群裡面 Statine 怎麼計算呢 都可以減低了患上心血管疾病的機會 就是說好像什麼東西呢 當我去街市買菜那樣計算 我去賣魚的時候 賣魚杏就少了5元給我 那少了5元虧了 那我跟著就去買豬肉 豬肉榮呢 他賣豬肉的時候 他就多了20元給我 那你不能夠只看我買魚的時候 虧了5元 那你那天離開街市的時候 那你說賺了還是虧了 那你賺了15元 你離開街市的時候 你明白嗎 其實道理就是這樣 所以就說Statine引起升高血糖 這件事就未有定論 但是怎麼計算都好 如果在高風險的人身上 吃他丁藥物 計算這個因素都好 那整體來說 都可以減低心血管疾病的機會 第二件事就關於 他丁是不是真的會影響到 會腦退化呢 會記憶力衰退呢 其實有一點類似的 是有報告 就說有些人吃完他丁藥物之後 就會那個記憶力 是差了 有些人就將它無限擴大 說這個藥 還要引起腦退化 又是 未能夠 未有足夠證據 顯示 真是 兩者之間有一個確切的因果關係 因為今時今日 腦退化的原因 我們都不是完全理解的 在那些食他丁藥物的人身上 是不是有其他因素 令到他腦退化 只是單純因為藥物呢 我們就比較 現在沒有足夠證據看得清 這件事 我不是排除這個可能性 但是 現在的證據不足夠 就不能夠 很肯定地說 A就引起B 另一方面來說 純粹從病理角度去想 有一部分的 不是全部 有一部分的腦退化 我們知道 就是腦裡面的血管 因為慢慢 微小管 失了 失了少少少 失了少少 這樣 就令到 老細胞慢慢死亡 接著引起腦退化的 那種我們叫做 Eschemic Dementia 在這一種的腦退化 這樣算 不要算其他先 他丁是用來減低 我們血液裡面的LDL 就是低密度膽固醇 是不是 低密度膽固醇 少了的話 我上次之前都有一集說過 低密度膽固醇 就是一些 不好的膽固醇 他就不能夠 將膽固醇 運回我們的肝 那裡排走 反而就將膽固醇送到 血管壁 黏在那裡 阻礙血管壁 令到血管 收窄 這個當然都包括腦裡面 微絲血管 以個藥理來說 他丁是真的可以 減低了這些 血管失的機會 如果腦裡面 血管失的情況 改善了的話 就可以減低了這些 因為血管失引起的 腦退化的機會 即是有好處 減低腦退化 不是增加了腦退化 公平地說 我們又沒有很確切的證據 證明他丁 幫助 減輕腦退化 這方面 不是很有證據 總之這一刻我們就不能夠 他丁引起腦退化 因為沒有足夠證據 可以這樣說 當然你說 不是呀 我吃了 好像覺得 沒那麼聰明 如果你說權衡的方法 你可以 回去就跟醫生說 因為當真是有影響 這樣算 你吃的他丁 有一些就比較容易走過腦那裡 有些就比較難走入腦那裡 因為腦和血裡面其實是有個屏障的 有些他丁就容易滲透這個屏障 進入中書神經 有些就沒有那麼容易 這些比較有技術性 如果你真的發覺 好像吃了 沒那麼好記性 我也是擔心 我回去跟醫生說 請他就看看你吃的那種是哪種藥 如果你那種 是比較容易去到腦那裡 你可以叫他開一點 就沒有那麼容易入腦那裡 看看有沒有好轉的 好今天講到這裡先 多謝大家收看 Youtube的朋友 如果未訂閱的話 記得點讚留言 按訂閱鍵先走 我們訂閱就向40萬賣進 很需要大家的支持 將我們的頻道 介紹給更多講廣東話的朋友 我們也有Patreon Patreon上面 有更多會員專屬的醫學影片 會員是可以先到為快的 在Patreon上面 我都會跟大家有多一點的互動 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師amos 字幕志愿者 教訓 字幕志愿者 教訓